下了一整夜的雨 社區對外的聯絡道路 變得寧寧不堪 增加了前行的難度 下大雨之後 泥土可以陷這麼深下去 那路又是不平的 我們這一輪 這一部四輪傳動的車 貨車一直爬一直爬在這裡 洞要爬爬不上來 就是十幾位呢 從外面一邊推推推 推了將近兩個小時 才會推到那個地址 沒有陷那麼深的地段 不過志工關懷 馬拉威風災的腳步 沒有果足不前 從18號開始 租用兩部箱形車 載著紅磚和水泥 進到清溝背 酋長部落 志工一進村子 大火便在酋長的帶領下 開始倒塌房屋的重建工作 有人搬磚 有人貨水泥 連婦女和小孩也全都加入 氣候關懷 做了一種 被關懷的事 所以他們將恨熟和建立 他們房子 所以大家在這裡 整個在空手上 都怪我 甚至我 我感到很高興 大家都很興奮 在做的事 原本居民的房屋 都是用泥土做的 遇到大雨就會倒塌 新蓋的房屋 則改採燒過後的磚汽水泥 才更無故 重建的第一天 村民和志工才60多人投入 但19號這一天 村民一傳十 十傳百 願意參與的人數倍增 因此第二天開始 五間房屋同步展開重建 因應村民投入的人數增加 志工也動員香雞足備餐 在進入受災村落的路上 採買食材 由德本國際關懷團隊 帶領當地婦女 準備簡單食物讓大家享用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 馬拉威報導